懂啦?小知识,大世界! 前,西北望乡何处逝,东南见月起回元,昨风一吹无人会,今夜清光似往年。 八月十五日,夜盆亭望月,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古诗,出自全唐诗。 以往八月十五的夜晚,我站在曲江的池畔杏园旁边。 今年八月十五的夜晚,我又在盆埔沙头水管前,向着西北怎么才能看到故乡在哪里? 向着东南方向,看见月亮又圆了好几次。 昨天的风吹过,没有人理会,今晚清美的风采,就好像以往的那些年。 诗歌的手汗帘,多层面地表现诗人的痛苦感。 其实,这还是生活横截面的对比。 那诗歌又是如何完成内容的转折呢? 从内容上,涉及望乡和元月,表面上像在思乡,但是望乡行为反映着心理,却浸透着诗人的孤寂和凄苦。 剑月,就是观赏中秋明月,那是一轮圆月,但行为发问的仅为几回元。 这是人极度估计产生的心理结果。 伟延,诗人细节化的在线秋风月光,这里突出诗人过去日子的欢快感。 诗人在特定空间,面对这个特定的时间的月亮,引发的人生感慨,暗示自己无法主宰命运的无奈和感伤之情。 这儿就是白居易的八月十五日,夜盆平望月,大家都读懂了吗?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